我們講一講何柏良的建議 何柏良的建議昨天令到很多人覺得很錯愕 何柏良這樣說,他說要出窗議 他不是一個可以做決策的人 他是窗議 他窗議是什麼呢? 就是縮短疫苗通行症的寬限期 建議可以要求8月底打齊三針 即是說本來我們的疫苗通行症有一個寬限期 大家是有半年時間去打第三針 他說現在已經是7月21日 他說在8月底,即是大概40天之後 要求所有人除了打第二針之外 還要打第三針 他詳細說本來疫情持續 每個個案每日的個案都徘徊在3000宗以上 港大感染及儲染病學的中生總監何柏良 今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現時的疫苗通行症 容許接種兩針後的市民六個月的寬限期 去接種第三針 但是高危人士和長者 在相隔三個月就要打針 建議政府採取滑線安排 例如在8月底 要求所有進入相關處處人士完成第三針 即是說他現在再要求 如果你在8月底 我不管你何時打第二針 你在8月底還未打第三針的話 就直接暫停了 不讓你疫苗通行症繼續生效 這是一個很離譜的建議 究竟打第二針和第三針 究竟香港市民有沒有自己決定呢? 現在你囤了疫苗通行症的話 香港人就變成連去吃飯 去吃屎吃東西 你不要說娛樂 你不要說做運動 你不要說做瑜伽 或者做攀石 或者做健身 不要說這些了 你只是說去吃飯 這麼簡單 醫肚而已 原來也不讓你進入 當然政府又說你可以去買外賣 不要說不讓你買外賣 買外賣不用疫苗通行症 但是這樣其實應不應該呢? 這個是不是剝奪了公民正常的一個權利呢? 好了 我不是說是慫恿人不要打針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仍然認為 香港人 每一個公民 是有自己的決策權 當然小孩子就是由父母 監護人去做一個決定 他這個決策權 究竟信不信 或者究竟接不接納政府說 打針會比起的副狀是好的 或者打針對身體產生的正面保護作用 是高於你對身體產生的負面作用的機會率 這個不是個人信 我其實也不是太信 尤其是我太太 她打第三針 打兩針科興是沒事的 我也沒事 一打第三針 復必泰我沒事 但是我太太反應很大 究竟是不是打的時候 打了一個靜脈 而導致這麼大的反應 而我剛巧打不到靜脈 所以沒有什麼反應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講 對太太來講 我們一定不會打第四針 無論政府怎樣罰 怎樣不讓我們 在社交上去正常生活 我都堅持不打了 不過問題來了 好了 比如我 可能一個多兩個月內 都要出去公幹 如果公幹的話 原來香港人回來香港 如果政府決定限制了打針的歷程 即是說 如果是滑線 八月底要打第三針 如果你是未打第三針 原來你回來香港是出問題的 回來香港要打齊針才准回來的 這個問題了 這個是不是剝奪了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呢? 這件事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何柏黎說 不是 我昨天只是說 不准進去處所 我不是說 一足高板的船人 是要全國人 在八月底之前打第三針 我只是說 如果去一些公共處所 去一些表列處所 即是說 599條例裡面 是指明的處所 比如食肆 比如桌球室 比如健身室 比如卡拉OK房 比如夜總會 比如酒吧 這些處所 他可能只是說這些 但是何柏黎 你除了是醫學專家之外 其實在公共行政方面 我相信 我亦都希望 是你有足夠的capacity 你才好 是用你一個醫學專家的身份 去講這些建議 這次就是說 現在我們過去的 大概是由六月底 去到七月中 其實我們覺得很舒服的 因為香港人再聽不到專家 這個出來講一句 那個出來講一句 這個出來講一句 這個出來講一句 大家覺得整個生活 都少了壓力 但是當李家超再決定 重新走回那個專家制 然後專家又出來了 全都出來了 當然 各個專家是有不同的說法的 比如何柏良 的說法 是比較令香港人覺得 有一點錯誤和失望的 但是袁國又不是 袁國他出的文章 是希望放寬 甚至不做這個強制檢測 但是另一方面 孔繁毅是怎樣呢 孔繁毅是完全未有 第二代疫苗的臨床測試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 第二代疫苗 在香港做第三階段的臨床測試 由港大的團隊 去招募大家 招募香港市民 招募千人二千人去做測試的時候 他未有結果 他已經扭曲了事實 他跟大家和報紙說 現在未有負面結果 他們根本都沒有結果 那怎麼會有負面結果呢 其實都沒有正面結果 即是說 他在玩語言藝術 這個孔螞蟻 接著一句就回答下去 連給大家要打第二代 第四針 這個跟之前的JC學會講的一樣 但是同一時間 劉宇龍前天說得很對 現在第二代疫苗 所有的數據都是虛無飄渺 即是說 根本就未做第三階段的臨床測試 你根本就沒有數據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一個 可以依賴的科學根據 說那個疫苗是有效還是無效 或者說那個疫苗應不應該打 是不安全 根本就沒有數據 但是孔凡藝 這個專家 這個港大的所謂專家 那些人 他竟然在未有數據 他就說 現在是沒有負面數據 那些事實是對的 現在你未有數據 他就說我現在未有負面數據 如果未有負面數據 聽下去就覺得 現在全部數據是正面的 但其實原來是數據都沒有 現在做的臨床測試 港大去幫科興做的臨床測試 連打針打下去的一些 接受臨床測試的人都沒有完成 那他就說未有負面的數據 即是未有負面案例 這樣的說法 這個專家 大家覺得他的誠信 覺得他的整體 覺得他的說話 還可不可以代表香港政府 或者代表香港整個社會 在抗疫工作上 做一個決策性的建議 我覺得不行了 原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科興會找他做一個代言人 或者不知道為什麼科興會找港大團隊 在賺的過程中 科興會不會有給錢給港大團隊 甚至給錢給孔凡藝呢 又或者孔凡藝代表另一種疫苗 出來做第三階段的臨床測試的時候 好像叫國藥 他跟著就穿西裝 不是穿港大袍 那裡又為什麼呢 是不是他自己一個人 用他自己實驗室 或者用他自己的一個機構 去承接了今次的一個測試呢 這是應不應該的呢 這些都是令到大家覺得 現在究竟這些專家 他出來講的谷針 究竟是純粹出於他自己的醫學知識 加上他們的公共行政的經驗和知識 還是其實還多了一個可能性 就是多了一些 或者叫做稅客 未必是疫苗的生產商本人 可能疫苗生產商請了一些公關和稅客 去幫忙說服一些 在社會上可以給予意見的領袖 是希望大家繼續捕針 打多些針 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 是令到他們的生意可以精精日上呢 這個就是令人覺得 是難以磨滅的一個可能性 整件事簡單說 我個人不是很贊成 不是不贊成 就是反對 本身香港政府已經決定了 是打完第二針半年寬限期的 這個寬限期是改變 也都反對在八月底滑線 現在大約67%人打了第三針 如果滑線的話 希望可能在八月底滑到去 是超過八成九成 那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一般知道 我們是冬天才有機會再爆發這個疫情 夏天的機會要小一點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八月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這樣流流流流流流流去 可能去到年尾 即是說去到這個就是冬天 當這個疫情有機會再爆發的時候 大爆發因為冬天 那個病毒的活躍率高一些 在那個時候 可能自然打針的人可能去到七成的 那為什麼要強硬 bring forward 即是說 拉前了寬限期 或拉前了死期呢 這個令人覺得非常難接受 我不是說完全反對又不打針 但打針本身是一個公民自己的決策 不是政府硬性規定 如果政府硬性規定 不如立法硬性規定打針吧 你無謂呢 就是你沒有硬性規定打針 在599條例裡面 在其他的所有條例裡面 根本政府就沒有迫 或者是沒有 這麼說 在政府根本就沒有法律的基礎 去逼香港市民打針 但是你跟著用行政工作 用社交距離工作 用香港人的生活便利 用香港人的生活的本身一個 就是權利去剝削它 而逼大家打針 這個我是不贊成的 尤其是出入境自由 如果你逼人打針 而原因是因為人家打不齊針 跟著在你的死期間打不齊針 而跟著你認為他打不齊針 就不讓人入境 這個更加令人不可能接受 好了 你都希望香港的專家 你再出來講講之前 你除了在醫學上 你們有一個純醫學的見解之外 其實你應該要想想 你出來講說話 在公共行政上 在香港人公共的利益上 或者社會秩序方面 或者社會本身大眾的公民權利方面 你究竟有沒有考慮到 如果考慮到的話 可能就會偏向於沿港最近所講 是應該反而放寬部分的社交距離 是做一個混合的抗疫工作 就是容許在社區裏面 有小部分人感染 在控制之下 小部分人感染 在醫療系統沒有一個額外壓力之下 是有小部分人感染 然後醫治好它 令到在社區裏面 帶有天然抗體的人數增加 令到在社區裏面 抗疫銀性 即是說 防止病毒來襲 產生更加好的效果 這個我反而是贊成的 就算了 馬上 感谢观看